台电澎湖区营业处新卸任处长交接典礼 昨天下午在台电区处礼堂举行 县长赖峰伟、议长刘成昭林特别前往 在台电公司配电处处长杨显辉的建交之下 澎湖女婿罗元良接任台电处长 赖县长也期盼在新任处长罗元良既有的基础之下 带领澎湖区处优秀团队继续稳定供电品质 以及影运绩效 国家法令 尽忠职守 报效国家 委会公堂 不滥用人员 受受费落 如伪誓言 愿受最严育的阻拔 民事 全市人 罗元良 我写输贺台湾电力公司同屋区营业处 陈庆平处长荣退 陆立重工四十六载 历任台电集围发电厂厂长 科长 队长 经理 副处长 敬业热情 绩效卓著 公在同屋 荣退之喜 特意表彰 我想这个是我们同屋 乡亲的一个新生 我现在呢就代表 澎湖的这个乡亲 来感谢你 好谢谢 我们新道任的罗书长 是我们澎湖女婿 刚刚我们的夫人也鲜花了 澎湖人 这个 的下一代 真的我们澎湖人 都是非常的诚服 很棒 所以 我也希望说 既然是澎湖人 澎湖的女婿 澎湖的女儿 也希望说 你来到澎湖 来陪 陪处长 让处长有安定 安定的那个力量 所以有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精力 来为我们澎湖的稳定供电 还有这些小旅岛 我刚刚讲的 我觉得小旅岛的用电 非常的 非常的 急迫性 根据了解 协任处长陈庆平 是澎湖万安 将军子弟 于民国65年1月21日 进入台电公司服务 累积45年的 执癌之力 经历发电系统 营建系统 配售电系统多元领域 从基层技术源 做起勤学踏实 107年3月1日 着身为澎湖区处处长 返乡服务贡献专长 我一直以两个原则 作为替力自己 第一个 维持稳定供电及安全 让所有的用户 都能够得到最佳的用电品质 第二 做好内部外部的沟通学谈 批齿 护制 护士 所以 这是我 这四年多来 做事的一个理念 而新任罗处长指出 他将努力推行三安 安全 安心 以及安定 让澎湖区处成为一个 幸福快乐的企业 秉持澎湖区处优良的公安传统 以公安第一理念 落实风险管理 确保员工 以及承染包商劳工的工作安全 持续推动澎湖地区配电线路 防灾韧性以及自动化工程 使稳定供电 力求劳资更和谐 协心协力营造安定又健康的职场 那同时 我们知道 我们鹏母地区 还有很多的 离岛 中的离岛 还有很多动用的一些问题 那这些 我也很愿意 很敬意的 来做好地方上的一个交通 让这些离岛的一个用电 的一个稳定 得以提高 这个是我提出的第二个安心 另外将强化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协调 全力满足用户用电需求 建立以客为尊的服务理念 期许台电用心 让澎湖乡亲用电放心 记者王海龙报道